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填收胡宇威手作卡片 陈婷妮判疫情趋缓 手谈伴娘名单 女神陈婷妮主演的戏剧爱情发生 在三天后正在热播中 一日则以公益大使身份出席伊甸基金会活动 并在现场挑战羊毛毡 展现手作功力 受访时 透露自己从学生时期到初社会 都做过手工卡片 表示过程很疗愈 当然也收过未婚夫胡宇威的手作卡片 还大方夸赞胡宇威功力比自己强 另外谈到外界都很关注的婚礼 陈婷妮仍希望疫情趋缓再举办 至于伴娘名单 她则回应不知道要不要有 陈婷妮今年1月 宣布被胡宇威求婚成功后 两人出席活动 每每都会在访问时 被问关心到婚礼进度 她表示 疫情关系 如果要办婚礼会有太多的未知数 希望到场的大家可以玩得尽兴 所以不想这么仓促举办 也透露两人交往许久 认为晚一点办婚礼 好像也没有关系 至于是否有伴娘名单 她回应不知道要不要有伴娘 需要有伴娘吗 因为我们没有想办很正式 很传统的婚礼 希望可以是派对的感觉 这次陈婷妮在公益为电影《游泥挺》 《我无爱Choose Life》中 演出妈妈角色 受访坦诚 在长远的目标中 一直有把生子放在计划内 长远的计划里 如果可以再多一个身份 是很棒的事 但现在真的也还没登记 所以应该先把婚礼计划好 还是一步一步来 尤其要当爸当妈责任感蛮大的 不能这么莽撞 虽然不可能凡事都计划 但还可以理性的时候 就还是先计划好 陈婷妮分享 私下和胡宇薇相处时 看到路人小孩也会幻想未来的育儿生活 透露两人有次在电梯里 遇上一个不断讲话 尖叫的孩子 结果一出电梯 忍不住和胡宇薇讨论小孩都这样吗 觉得是个新挑战 陈婷妮则希望自己不要当虎妈 但又发现自己平常对待爱犬时 很爱叮咛许多习惯 笑喊我觉得我好像会是个严格的妈妈 但我又想当一个很Peace的妈妈 以后再说 感谢您收看Mao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